全身穿着防护衣金融市环保局清洁人员 针对确诊者到过的地方仔细地喷洒消毒 在新冠疫情扩大后 包括协助医调、机查八大行业 与民众是否确实戴口罩的警察人员 还有负责全市消毒工作的清洁人员等 实际接触民众最多的防疫人员 却没有被列入疫苗优先施打对象 金融市长林又昌因此呼吁防疫指挥中心 除了医护人员外 也应该将包括警察、清洁队员、公共运输司机 学校老师及区公所护证人员等各级政府第一线基层 纳入优先施打对象 才能确实拉起社会防线 避免疫情破口不断产生 他们每天都在接触非常多的民众 应该在这边拉起一条防线起来 避免过度的接触的时候产生一些风险 所以我们觉得是应该做一些考量 也做一些重新的思考 打破原有的框架 把上述五类的人员能够思考 纳入优先施打的一个顺序 那尽快的用疫苗拉起一条社会的一个防线 对于林又昌的呼吁 每天都得到各确诊者足迹进行消毒工作的清洁人员也非常认同 我们真的是第一线接触者 我们真的是第一线接触者 我们真的是一期要来第一打疫苗吧 据了解第一波疫苗 金融市分配到大约4800剂左右 大部分A1医护人员已经施打完毕 至于第二波疫苗 明又昌证实金融市分配到3000剂 已经拟定好施打优先顺序 金融市这种方面表示将在继续向中央争取更多疫苗 让更多人能获得疫苗的保护 远离疫情的威胁 记者张旗潘 接下来我们报道